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中共嚴控民眾出國 護照簽發驟減98% 河南汛縣六鄉鎮成為縣洪區 百萬畝耕地絕收 香港藝人黃耀明遭拘捕後獲保室 連政署稱違反選舉法惹議 首次奧運精神展 載燃奧運熱情 日前 中共移民局宣布 非緊急必要 不允許出境 上半年 簽發普通護照 減少了98% 有分析認為 中共借疫情閉關鎖國 嚴防資金外流和官員出逃 7月30時上午 中共移民局舉行新聞發布會 宣布根據疫情形勢動態調整出入境政策 堅持非緊急 非必要 不出境 嚴格審批簽發普通護照和居民出入境通行證件 發布會上還提到 今年上半年 全國共簽發普通護照33.5萬本 僅為2019年同期的2% 旅居美國的湖南民眾王先生對新唐人說 中共去年已經不簽發及更換中國護照 以為在中國可以更換 到目前一直都不能更換 對於中共此舉 分析認為 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下滑 外匯緊缺 中共怕資金外流 李元華說 中共的很多謊言不攻自破 他也想營造一個更封閉的環境 所以借疫情搞閉關鎖國 上海觀察人士陳明慧認為 還有一個大的外交環境 中共在國際上被圍堵 它想要啟動內循環 陳明慧說 再有一個是明年20大高層換屆 党內博弈 關鍵時刻關門打狗 防止高官外逃 新唐人記者李韻 黃宇寧 採訪報導 由於水庫持續洩洪 河南鶴壁市汛縣 七個鄉鎮中已有六個成為洩洪區 汛縣自古為糧食的重要產地 如今百萬畝耕地已多數被淹沒 由於水庫持續洩洪 汛縣大部分村鎮成為洩洪區 7月29號 汛縣縣城告急 縣城衛河以西緊急撤離 為保住汛縣古城河華縣城區 31號下午6點左右 汛縣王莊鎮圈里村 再次炸壩洩洪 加大洩洪量 洪水淹沒周邊村莊 汛縣縣城西側西城村堤壩一度告急 守地人員拼命守住最後一道防線 保住縣城主城區不被水淹 汛縣匿名店家表示 縣城地勢較低的地方 人員都撤離了 汛縣民眾表示 目前縣城七環有災情 農村到縣城避難的村民回家後 發現水雖然退了 但屋裡屋外都是泥 有的房子都被沖回了 汛縣村民表示 農村災情慘重 老弱婦孺都撤走了 難的都留守在河堤上 抗洪物資齊缺 河西邊、杭博人都搬走了 然後我們家在東邊 就沒讓搬了 我們現在在縣城住 沒敢在農村 因為沒水沒電嘛 沒辦法生活 難的都在農村在那河堤上守著 老人和孩子搬走 目前 汛縣七個鄉鎮已有六個鄉鎮成為洩洪區 幾十萬人轉移 上汛塘鎮暫時安全 整日夜不停的加固河堤 公開資料顯示 汛縣自古為糧食重要產地 耕地面積達107.6萬畝 高標準糧田至少有30萬畝 如今多數已被淹沒 成為一片澤國 清唐人記者熊斌李佩玲採訪報導 7月31號 在河南開封的衛士縣 成千上萬投株 被淹死後已經散發惡臭 由於缺乏專業的打撈人員 打撈設備和消殺團隊 當地基層官員緊急向社會求助 29號 衛士縣政府在網上發布情況說明稱 該縣有58家養殖廠受災 有15萬頭死亡的畜勤仍泡在水中 這些屍體已經開始腐爛 存在爆發疫情的風險 求助新墨尾標注 急急急 同一天 該縣的水坡鎮南委屋村委會也發出求援信 稱村裡有6000多頭死豬無法打撈 他們緊急向各級政府求援 幫助處理死豬和空中消毒 防疫 信墨也寫著 判 判 判 但是截至目前 當地政府還未表態 是否對受災民眾提供經濟補償 人員傷亡情況還有待跟進核實 新唐人記者鳳華 宇薇綜合報導 香港歌手黃耀明傳出週一上午被廉政公署拘捕 藝人合運師杜文澤都在社群上表達關切 香港廉政公署上午發布新聞稿證實 前立法會議員歐諾宣以及歌手黃耀明二人被落案起訴 週四 將在東區裁判法院答辯 稍早 港媒稱黃耀明已獲保釋 香港廉政公署上午發布新聞稿證實 二號落案起訴2018年立法會補選候選人歐諾宣及歌手黃耀明 控告兩人涉嫌在該選舉中做出舞弊行為 向他人提供娛樂 以誘使他人投票與該候選人 集會期間 黃耀明在台上演唱了兩首歌 在表演尾聲 他呼籲出席集會的人士於上述選舉中投票與歐諾宣 黃耀明當時也感嘆 過去有立法會議員被政府無理DQ 而黃耀明二號上午八點還有在臉書最後一次更新發文 轉天香港市民支援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的譽中書信 不論法庭如何決定 話我還是會繼續說的 這是我做人的底線和尊嚴 黃耀明表示 謝謝你的文章必讀 包括香港著名歌手何韻詩 藝人杜文澤都在社群媒體上關切 何韻詩除了轉貼黃耀明被拘捕的消息 還用一連串的貼圖表示憤怒與祈禱 而大量網友也湧入黃耀明臉書集氣 盼望一定要平安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玉堂 姚漢宇整理報導 中共哈爾濱市前政法委書記任衛辰 不久前落馬 被以受賄罪等判處有期徒刑19年 落馬前 他因迫害法輪功 已被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立案追查 任衛辰落馬後 他在任期間的一項重罪 反人類罪被外界聚焦22年來 中共操縱中國的政法系統 對法輪功學員實施殘酷的非法迫害 而中國黑龍江省是中共迫害法輪功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在曝光的迫害案例中 至少有601名法輪功學員因迫害離世 任瑞晨在任職哈爾濱市公安局長、政法委書記期間 緊跟江澤民集團採取非法綁架和酷刑折磨等手段 對法輪功學員實施非法迫害 導致郭新國、董蓮太、馮雪等眾多法輪功學員被迫害離世 追查國際正在追查任瑞晨所犯下的酷刑罪等反人類罪行 新唐人記者鳳華 雨薇綜合報導 7月底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 推出的打倒中共惡魔全球爭遷突破了125萬大關 來看報導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在去年6月推出打倒中共惡魔全球連署活動 截至今年的7月底 連署人數超過了125萬 根據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提供的數據 來自美國的線上和線下連署最多 排第二的是澳大利亞 全球各地的退黨服務中心一工在一年多來 風雨無阻到各地爭遷 還有再者 打倒中共惡魔 中共不等於中國等標語的真相車隊在世界多國的各大城市 舉行車隊遊行 中共血黨不僅禍害中國人 摧毀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它也是想控制全世界的人 禍害全世界 全世界的有良心的人 正義人士 都需要用自己的行動 拒絕中共 早在2014年底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率先推出了 退出中共黨團隊三退大潮運動 截至目前 已經有3億8千萬中國人退出了中共 結束了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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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中國人 祝福美國 新唐人記者柯婷婷 紐約報導 隨著美國疫情的趨緩 各州解封的步伐正在逐步的推進 但英國政府上週五發布的一份報告稱 幾乎可以肯定 會出現新的中共病毒變種 足以導致目前所有的疫苗失效 這份報告是基於7月26日發表的一篇論文 由英國政府官方緊急情況科學諮詢小組發表 這項研究是一種理論上的科學推演 並不是說這種新的 足以打敗現性疫苗的病毒變體已經存在 科學家們認為 人類不太可能根除中共病毒 新的病毒變種將繼續出現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 變異病毒通過逐漸或間斷的抗原變異 最終導致目前的疫苗失敗 科學家們建議政府繼續採取措施 儘可能減少病毒傳播 他們還建議 新疫苗的研究重點要注重高效和持久的免疫 製造中共病毒疫苗的幾家公司正著手這方面的研究 專家警告說 新的病毒變種在疫苗接種普及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隨著疫苗的普及 能夠逃避疫苗免疫力的病毒將會迅速傳播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 劉芳綜合報導 英國皇家海軍伊麗莎白女王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8月1號抵達菲律賓海 指揮官穆豪斯再次表示 英國維護印太區域安全的決心 來看報導 週日 英國航艦打擊群指揮官穆豪斯發推文宣布 伊麗莎白女王號航艦打擊群已通過呂宋海峽進入菲律賓海 他說 這意味著英國為印太地區海域安全 做出貢獻的實力與決心 伊麗莎白女王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由9艘戰艦、32架戰機和3700名海軍組成 這艘航空母艦5月離開英國東南部的普茲茅斯港 從東大西洋和地中海出發 航行1萬英里抵達菲律賓海 首次執行遠洋任務及出航印太地區 並規劃於美國、印度、新加坡、日本、南韓、 澳洲等區域盟友進行聯合軍演 英國海軍部署印太區域被普遍視為阻止中共擴張 阻止中共在印太地區破壞國際秩序的行為 伊麗莎白女王號是英國目前最先進的航空母艦 近日 指揮官穆豪斯頻頻在推特發文和張貼照片 凸顯英國打造全球化海軍的決心與實力 並稱伊麗莎白女王號打雞群過去數週的操練成果非同小可 全球很少有海軍能與之相比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 劉芳綜合報導 接下來 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京都北海道使船兵庫福岡實施蔓延防止等重點措施 餐飲業受進一步限制 南京丢塔疫情擴散 北京 湖南 海南皆出現病例 以色列郵輪在外海遇襲 布林肯發表聲明指出是伊朗的無人機發起攻擊 因航母伊麗莎白女王號進入菲律賓海捍衛印太區域和平 德國奧迪城議會通過決議 停止資助孔子學院 歡迎回來 7月29日 德國英格爾施塔特市議會通過決議 停止該市對孔子學院的資助即日生效 市議會表決之前 9個人權民間團體在場外呼籲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 禁止中共通過孔子學院對西方社會灌輸其意識形態 要求關閉該市的孔子學院 德國巴巴利亞州的英格爾施塔特位於多瑙河畔 是奧迪汽車總部所在地 奧迪孔子學院已成立5年 到目前為止 奧迪技術大學和市政府作為其主要贊助來源 英格爾施塔特市議會在城市劇院內進行 國際人權協會 為了受脅迫民族 法輪功團體 世衛大會等9個人權組織和民間團體 在現場呼籲立即關閉孔子學院 48名市議員表決通過 從即日起 英格爾施塔的終止對當地孔子學院的資助 支持決議案的議員們認為 孔子學院是由中共教育部控制 服務於中共對外進行意識形態的宣傳 該市不應該花費納稅人的錢 去資助中共的對外宣傳 德國國會議員 Yens Brandenburg博士發來支持關閉孔子學院的書面聲明 專制政權的細微審查 在我們的大學中沒有立足之地 只要孔子學院受中共直接控制 德國大學就不應該為其提供平臺 各州和市應停止向孔子學院提供資金 關於孔子學院在德國的背景 大紀元中文版曾發表了一篇題為 《孔子學院如何滲透德國社會》的調查報告 這份調查報告基於大量公開報導出來的事實 從政治 經濟 教育 文化 藝術等領域 揭示孔子學院對德國社會的滲透和影響 以及德國政要乃至總理支持它的背後因素 同時曝光了中共通過孔子學院 在德國建立傳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真實目的 以及德國的一些孔子學院院長和學家 淪為中共代言人的事實 報告分析了孔子學院的實質和變相運作 這個教育項目與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著名哲學家 孔子沒有任何關聯 自文革以來 儒家思想實際上已被中共徹底拒絕 傳統的文化被清除 中共是借用這個名字來擴張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本報告還針對來自孔子學院方面的種種辯解 做了詳盡的回搏 並對孔子學院給德國社會帶來的危害 比如忽視人權 摒棄傳統價值觀 限制學術自由 以及因中共間諜而使德國經濟慘遭損失等等 做了詳細的分析說明 最後指出德國政府關閉孔子學院的必要性 新唐人德國記者站報導 台灣中京院市警 7月PMI成擴張 廠商拉庫存態度轉保守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發布7月台灣製造業和非製造業 採購經理人指數 內需產業明顯反彈 製造業也是呈現擴張走勢 不過學者示警 部分產業已經出現存貨調整的情況 值得台灣業者高度重視 台灣中京院公布7月製造業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製造業在經過兩個月趨緩後 回升1.2%至65.2% 尤其台灣確診人數明顯下降 7月部分內需商業活動慢慢恢復到正常水準 MMI7月一口氣轉為擴張 大幅反彈七點二個百分點至百分之五十三點二 台灣疫情控制漸入加進 有機會迎接新一輪報復性消費 不過學者也提出示警 觀察7月PMI組成的存貨指數 數據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二點七 是從二零二零年六月以來首次出現 客戶存貨高於需求情況 七月訂單雖然還在增加 但追加速度 力道已經沒有前兩季來得積極 前兩季不顧一切拉高存貨來降低供應鏈風險的氛圍 由手轉變 在部分中下游以較長鏈的業者調整庫存的動機 比前兩季都來得明顯 我們在過去三季的一個追貨的現象 目前在追貨的情況可能有一些虛緩 比如說記憶體或者是原物料相關的電子產品 事實上有出現調節存貨的現象 記憶體或電子產品上游金屬原物料 臨時砍單成了新常態 學者建議如果製造業者存貨成本相對較高 不要都在同一個時間點備料或卡在高價格带 整體來看製造業向上趨勢不變 歐美經濟走向解除封鎖 下半年供給和需求面 有望逐漸恢復正常 記憶體是高見人從臺灣台北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根據C-Explorer數據顯示 全球港口貨櫃輪塞港情況創下歷史新高紀錄 截至7月30號晚間為止 已經超過390艘貨櫃輪在各大港外等待博位 控制運價持續飆升 新竹科學園區寶山二旗擴建計畫環評過關 晶圓代鍋龍頭台積電 為2奈米量升打造的FAB20晶圓廠投資計畫正式啟動 平面媒體報導 近期將展開土地取得程序 2022年上半年開始進行建廠作業 將是台積電首座導入全新世代的奈米層片 架構2奈米製成的超大型晶圓廠 相關供應鏈也將同步受賄 馬來西亞與菲律賓疫情擴大 大馬全國行動管制令持續 菲律賓也宣布首都大馬尼拉地區6號起全滅封城 因為大馬非國是全球被動原件生產重鎮 這次管制將使被動原件旺季供應更緊 國具 華新科等台廠有可能迎來更強大的轉單力道 社群軟體公司Zoom由於隱私洩漏的問題被美國用戶集體控告 目前Zoom已同意支付8600萬美元 約新台幣24億元和解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首次奧運精神展 載燃奧運熱情 日本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數暴增 致使人們對奧運的熱情再次降溫 在慘淡的東京奧運期間 首屆奧運精神展拉開帷幕 力求再一次燃起世界對奧運的熱情 將奧運精神傳遍世界 在疫情下 奧利比克精神依然指引人們前進的方向 在凝聚日本傳統文化的日本橋 一場能看到奧運第一屆文化遺產的展會 令人們領略奧運的魅力 從1896年第一屆夏季奧運會 到2021年第32屆東京夏季奧運會 奧運的精神力量通過每次奧運會的開辦 遍布世界五大洲 奧林匹克文化遺產基金會 力求將這些精神力量通過有型的物品展現出來 這裡可以看到 從20世紀初開始 各主辦城市的奧運組委會製作的海報 還有包括2004雅典奧運、2012倫敦奧運 2016里育奧運等 歷屆奧運開幕式上所使用的服裝 展品出自世界上最大的奧林匹克大案館 瑞士洛桑的奧林匹克博物館 包括本屆東京奧運會獎牌在內的 歷屆奧運會金銀銅牌 和每屆舉辦過傳遞聖火的火炬 都可以在展會上看到 不規則散布的影片 展現了在疫情下 運動員們仍堅持訓練 穿出奧運的夢想 展覽分為歷史和象徵 運動員展現的奧運價值 奧運的團結力量等三個部分 為了讓因為疫情無法參與奧運的人們 也能重燃對奧運的熱情 展會還特別推出網絡虛擬體驗 dir也沒有任何地獲的 成績中尾露地獄的 馬場的都市場 組合人員 審議中尾露地獄的 成績中尾露地獄的 尾露地獄的 成績中尾露地獄的 安撰露地獄的 而尾露地獄的 安全的 尾露地獄的 如果能夠成功 世界中的希望的力量 會廣開發展 官方合作夥伴三井不動產極端負責人還表示 希望人們可以在日本橋 這個有著深厚歷史積淀的地方 近距離回顧與感受永恆的奧運精神 新台日本記者站東京採訪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 公開聲明退黨 退團 退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2021年8月2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3億8131萬6612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59008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